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 特别强害 我以为结婚就是最好的归宿 结果现在才发现 婚姻成了我俩爱情的坟墓 没想到距离没了 没也没了 熬过一滴电 却熬不过柴米油盐 如果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分开也许对你我都好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 28岁来自黑龙江 职业汽车修理 来 有请小李 女嘉宾小白 30岁头要来自黑龙江 各体有请小白 有请 小片里有人说 这个婚姻成了我们爱情的坟墓 你们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多久了 一年多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三年多 谈了三年多 所以小片里的第二句话 也是我不清楚的 你是说我们熬过了异地恋 却熬不过柴米油盐 是吧 对 异地恋多少年 哪两个地方异地啊 因为以前我在俄罗斯工作 我在俄罗斯工作七八年吧 因为我俩出对象三年 基本上我都在国外 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感情上有点纠纷 嗯 行 请柯老师帮我们调解一下 哦 我妈呀 还记得你 还记得你 评论 我香港 我还是要认识 既然就费了 把泥孔 开装 姐姐 我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天就基本亮了 基本上半夜吧 大概一个月一回 一个月不超过十次吧 你看好像说不超过十次 那怎么了 本来就是不超过十次嘛 偶尔出去一下 我又不是天天喝 你说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也喝酒 我喝酒也没像你是那么喝呀 那我喝酒 你喝酒落下了吗 哪顿你少喝了 我前脚刚跟朋友出去玩去 你叫一大堆人回家去喝 喝得乱七八糟 不还是我熟是吗 我在家找同事朋友在家 我做点菜 我喝点酒 我解点罚 我一天累就要不吃 你那是解罚吗 解罚搂着人拍照 搂那么亲密 笑那么开心 就是一个同学聚会 在这个同学孩子那么大 同学聚会 你咋不跟男生照呢 搂个女生照 那不就是喝点酒 同学聚会 也不是没有别的女生 偶尔就照张相嘛 跟你也认识 他对于这个问题 当我们俩 给我同学打个电话 这么是一下 你这给我整个以后 跟我们同学见面 都没法没办法说话了 那我什么没办法说话 我就问一下嘛 那是你问一下 那怎么就你俩拍照 一大桌的同学 别人都不照 都没带手机 就你俩带了 我因为你在国外 我国外厂的 我都不要 我回来 我跟你结婚 我满了 我都不做了 我因为你 你回来跟我结婚 我问老同学照相 这个刚才 吵得很极端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被你国外的买的 都不要了 回来了 是吧 所以觉得特委屈是吗 挺委屈的 因为我下挺大的决心 我在国外八年 我自己 就是我是修车的嘛 本身 我在国外开一个 小修车厂 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家里吧 确实也这么大吧 老人什么 也追着结婚什么 我先回来吧 我就回跟他结婚 结完婚他个好 我没想到 就是以前结婚嘛 说喝点酒啊 我说怎么的 我没发现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通过朋友吃饭 就是偶尔认识 带一个有一次漂流 特别好的机会 就是这么认识的 玩在一起 对 特别喜欢玩 朋友特别多 是吧 我其实还不是特别喜欢那些东西 就是那次跟朋友去了 然后就认识了 你这上面说个体 你到底做什么工作的 我自己做 在之前呢 之前上过一段时间班 上过一段时间班 别提你上班了 你说我在我家亲亲 给他介绍一个单位 一个饭店吧 一个他过去帮帮忙 他到那儿喝好 没干什么四天不五天呢 我刚快一个月 给你车砸了 给你车砸住那周 为什么呀 他问我那事 那个就是外边的客人嘛 他就是为了省了几块钱 停车费 他就把车停在饭店门口了 小院里 我就好心提醒嘛 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横 就骂我 然后就这样 就吵起来了嘛 吵起来了之后 我就生气 把车就开了两个 你生气 你咋不说你喝酒呢 我那算喝酒嘛 一杯啤酒算喝酒嘛 你不喝酒能那样吗 你喝酒跟不喝酒 就两个样 我怎么两个样了 再说我那天 根本就不算喝酒 就你这种状态 成天给我摸着要孩子 我要孩子在你 你做好准备了 我干嘛没做好准备啊 你们俩还准备要孩子啊 我是想要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了嘛 三十岁了 我现在要要的话 就算大量产妇了 然后一提要孩子 他就说钱的问题 要不再不说出国 现在就想出国 我肯定考虑出国呀 那你既然想出国 你当时回来 跟我结婚干嘛呀 我回来跟你结婚 怎么结完婚 咱俩就不能一起出国吗 我怎么能一起跟你出国呢 那在国外要孩子 怎么就不可能呢 那我现在在家 现在挣得少点 你一天都挑三拣四 出国 我出国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以后孩子有孩子 咱们不得有点积蓄吗 那别人家的孩子都怎么养的 你成天就拒绝这个问题 你成天就没在家表现好了 你成天就没在这件事 再说你出国 你让人放心吧 我怎么不让 你自己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 你做过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办签证 大概就待那么几天 然后那天就我家里有事 我就回家了 就那一天没在家 第二天回来 他冲早的时候电话响了 平时我从来不看他电话 然后响我也就瞅了一眼 结果就一个女生头像 给他回复信息 就挺长的 然后就点个看了 就说什么没有 有什么在哪哪哪的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聊天内容 是头一天晚上家的附近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什麼 我说我不能打理你 我说的 我说我一天晚上 他�的 他老过 我只是感觉 都别在这儿 是哪个人 那你 我说你 在那儿 对 咻咻 我说你 两个人生活前的方面能过得去 我公司可以考虑不去 既然出国那么挣钱 那你那八年的钱都去哪了 我在哈尔滨买房子 买车 等于嫁给他的时候人家是有房有车 是吧 你当时喜欢你老公什么呀 就嫁给他了 就是挺身干的吧 能赚钱 因为他那时候就很少出去玩 就是在国外打工 回来之后 因为我俩见面机会少嘛 就陪我 然后哪都不去 也不找朋友什么的 怎么个想法呀 不过了 我今天我就想要他个准化 到底出不出国 他是总说让我出国 我肯定不会跟他去的 你一定不会出国跟他闯事业 我绝对不会去的 为啥呀 你嫁给他了吗 两个人一起出国奋斗一下 那我现在你说我在家 我挣的少 他一天天挑三拣四的 然后我出国 我语言不同 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吧 那更理直气壮说我了 再说 我要出去了 我家父母还没有人照顾 我也不放心 听明白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冯卷 我是到文字工作的 我还第一次听说 一个月吃十多次大酒 叫偶尔 特别是一个女性 这么喜欢喝酒 你也不怕危险 你现在也是为人妻了 我认为这个酒呢 确实是要自己控制一下 你口口声声说要孩子 按照你这样的喝酒的量 喝酒的频繁次数 怎么要孩子 即便你现在要孩子 也会害孩子 不管有什么原因 你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去改进 你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 为了爱情能回来 说明你真心是爱这个女人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从内心而言 你想要孩子吧 我想 只不过你认为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妻子又经常喝酒 你很矛盾 对对对 你那有一个事情做得非常不好 你的那一个所谓的家庭财产的这样的习惯 家里买东西也都要妻子买单 这一点 好像男人有时候还是要大度大气一点 特别是你在外面买一个摩托车 也算是高档交通工具 你怎么能可以不告诉妻子呢 所以这一点你有知情权 这一点我支持你 但有一点他非常坦诚 你说一说到孩子他想出国 他是为这个家 如果说他抛下你自己一个人 又出国去工作了 那出国可能就代表着出轨 但是他是带着你去啊 他愿意和你两个人 一起到国外去生活 去打拼 认为那个地方可能赚钱容易一点 是这样想吧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到国外去两个人打拼 而且他有八年的基础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包吴兄 许总 一滴恋期间的感情甜蜜 还是结婚之后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感情甜蜜 一滴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回来了 你却往外跑了 交流的时间太少了 刚才川问你说 你看着他什么了 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能挣钱 但是他是能挣钱 给你了吗 没有 对呀 其实你最缺的就是一种安全感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现在 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蹦出一个摩托车来呢 对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所以对他一点都不了解现在 可以这么说 住在一起了还不如一滴恋那会儿的了解 有聊过吗 聊聊呗 你到底是怎么想 我也没怎么想 其实我就考 我就垫着这个家 垫着这个家 其实这家很简单就你们两个人嘛 对 垫着自己还垫着他 因为他一门想要孩子嘛 我总感觉就是继续不够 够也不够 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 但是你到底有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女人还值得你爱 对他还有感情的话 敞开自己所有他觉得不了解的事情 如果真是要喝酒的话 你们一起说喝酒的时候聊天 可能聊得会更开 可惜你们都是选择跟别人喝酒 所以给你们建议吧 你不要去喝酒了 有那个时间精力花在你老公身上 你呢 不用叫朋友来家里 家里有一个陪你聊天的人 你跟他真是没有语言了的话 你的感情也要走到尽头 聊开了心中的结 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小孩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房子写的是谁的名 他的名字 我就知道 怎么不加上你的名 结婚之前他自己买的 哎呀 莎士比亚说得好啊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口口声声多 都是为了这个家 但这个家里面还剩下点什么呢 你看啊 你们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在钱上面是互相防着对方 在感情上是彼此保留 在未来的憧憬上 是并不明确 先说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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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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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见证 好嘛 加油吧